深夜十分 男子心機可疑 在家具店前徘徊 前後來回至少四次 整個人靠到店門前 用空氣槍把玻璃打破 隨即離開 過不到五分鐘 他再次回到現場 這次竟然還帶著汽油彈 家具店瞬間冒出大煉火光 男子還在現場觀看 確定火燒起來才離開 那裡有那個碎掉的玻璃瓶 警銷貨報到場 火石已經熄滅 家具店店員也趕到現場 後門打開 裡面整個都是煙霧 看到玻璃整個就是有裂痕 還有被燒毀的痕跡 釋放男投民間鄉 一名46歲省心男子 疑似和當地家具店 有金錢糾紛 12號晚間 他手持空氣槍打破玻璃窗 再植汽油彈 企圖燒毀家具店 附近民眾發現火事 幫忙滅火通報警銷 採證及吊液監視器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事屬人為縱樓 順利將這個嫌疑人逮捕大案 所幸事發當下沒有人在店裡 但家具店恐怕也暫時不能做生意 就鄭文翔 獎順利沒有張霍宇文南投採訪報道 Hopenshook with Dandel Young 12月12號起 拒絕鹽糖 掰了電視新聞 立刻訂閱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玩 轉 麵集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守護台灣 刷一排 嘉義